反正川普也不要大家喜歡他 他鎖定他的target 目標群眾鎖定好 不讓他們通通出來投票 他就可以贏了 那電郵門到底會不會影響 其實台灣總統大選當中 影響選情有一個關鍵性的一次 就是宋楚瑜 他在夏威夷的房子被爆出來 使得他的整個支持路是大逆轉 顯然這次電郵門 會不會發揮這樣一個效果 如果說這一次他們的合夥人 一起合作的CEO跳出來說 拜登就是抽了10%干股 這個錢是中國的公司給的 中國的這間公司在乎的不是 財務是不是健康 不在乎有沒有賺錢 他們在乎的是 他們藉由這麼一大筆錢 對於美國的政治 究竟可以有多深的影響力 剛剛講到了 郵件裡面提到的大人物是拜登 這個大人物可以拿10%的干股 這個是跳出來 人也直接跳出來了 Bobulinski 而且他在今天的辯論會當中 他也來到現場 是不是要給拜登施加壓力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跟他們華信集團 現在這個公司已經 現在已經沒了破產了 錢這樣開動也破散 那就是說這個錢拿了 那到底會不會影響選舉 來創下分析 到底有沒有影響 首先我會覺得說 美國的選舉 川普的幕僚不夠認真 應該好好研究一下台灣的選舉 像今天讓人家很失望的是什麼 當拜登講說 我跟你保證我這一輩子沒有拿過外國人的錢 川普就把他放過去了 如果在台灣就一定問 那你兒子有沒有拿過外國人的錢 他說我沒有拿過外國人的一毛錢 台灣的選舉就會追問 那你是拿了million million million 川普不是最喜歡這樣子嗎 百萬百萬百萬 當年的時候 剛剛講到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宋楚瑜的時候 我的保證我沒有在美國有房子 但是夏威夷有 結果就受到影響 所以其實就是今天川普看起來火力是不夠 可是這是他的一個策略 今天來講一個策略 任何一場辯論 其實除非你發了重大錯誤 美國的選舉從60年代到現在60年 沒有影響選舉的意向 但是如果你有說謊 或者是後面有一件事情 讓你整個被中槍 那會影響 原來支持你的選民的投票意願 所以今天拜登信誓淡淡說 他沒有拿一毛錢 然後為什麼要把那個 他兒子的合伙人放在那邊 那是施壓 所以今天的他們真正的決戰戏 會是美國時間 我們台灣時間 禮拜天早上10點半 朱利安尼拿出什麼證據 那個東西才是一個關鍵性的影響 因為現在為止 到目前為止 討厭川普的就是討厭川普 然後討厭習近平 那是討厭習近平 其實拜登的甜粉沒那麼高 但是因為討厭川普 所以要投給拜登 可是如果說拜登讓他們覺得 我投不下去 所以其實現在的狀況 所有目前的硬碟們或什麼 都是讓拜登的支持者投不下去 那投不下去大概有兩種人 一個是因為他這次的投票率 衝得很高 到現在為止已經四千 四千八百萬人投票 在這之前已經是三成以上 登記選民已經投票了 所以這個狀況是很複雜的 投票率可能偏高 而這偏高裡面 美國從六零年代有破六成之後 一直沒有破六成的投票率 而這次有六成五 中間有很多可能是 非常自視為高的中產階級 上次是那個從來不投票的 老白男出來投票 這次是中產階級 所以川普在做的一件事情 攻防的策略是什麼 他在攻的就是這群中產階級 而這群中產階級 可能不太喜歡川普 因為川普跟他們的教養什麼無關 可是這群中產階級 建議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誠信 所以如果說明天 朱利安尼拿出來的 你那個有拿到錢 然後包含那個你說謊 重點是你拜登說謊 他們會投幅下去 我們宋李士 已經直接說要說謊了 對 說謊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吹哨者已經出來講了 他們拜登家族就是拿二十 對 可是有時候用嘴巴講的 還是明天有一張 跟照片 照片 一個證據出來 你說謊 這是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什麼 在美國很在乎一件事情 未成年 杭特拜登 他可以亂搞 可以去拿錢 可以去怎麼樣 未成年那件事情 其實對於美國的中產階級 是很在乎 我們知道 未成年的細節 因為有些實在是超越尺度 但是我們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就十四歲的少女 那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 朱利安尼拿出證據來 對於美國那些中產階級 但是那是他兒子的事啊 不是 如果你兒子 你家 可是未成年 在美國對這件事情 比貪污腐敗 那個A錢 其實坦白講 美國人沒那麼care A錢或什麼的 沒那麼care 但是這件事情 對美國來講 那是最大的聯邦罪 二十年到無期徒刑 美國的中... 所以你要知道 還是剛剛你講的 三十二種選民裡面 切割得非常清楚 他們在乎這個美國的核心價值 所以川普今天 他在最後的時候 他要表現實 因為他不能讓討厭他的人更多 所以他今天顯然的 比較雍容大度 是不是 他不要讓他討厭的 不要再討厭我了 不要再討厭我了 我沒有犯錯就好 但是拜登 因為拜登裡面 當然像王丹也看到一件事情 那東西都有影響了 動不動拜登就 看著 看著是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有點傲慢 不屑 所以這件事情都會發酵 所有的決戰點都是 最後那一天 所以現在狀況就是 川普的川粉 會不會更積極投票 拜登的人會不會 因為我討厭川普 但是我只是覺得拜登 你有些東西讓我不想投票 這就是他們攻防 我沒有辦法信任你 我沒有辦法信任你 這就是攻防的一個狀況 那這裡面的一個 那你覺得辯論表現誰 策略比較成功 目前看起來是 拜登在防 拜登是守 因為他不知道 川普的電郵門 會攻到什麼程度 我們去報告 我們去干貝 除了 我們去台灣 我們來看材廳的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 我們去保安 我們去做 我們去 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